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很开心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线上崇拜 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赞美我们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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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唱歌 我们来唱一次 我们来唱歌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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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好 我们来唱歌 四个热心 他们听说 我们来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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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所以说 又见不到 不像是我们 帖子 小朋友 听完之后 有这样的朋友 他是小学 就是这样 他就跟他说 我说 妈妈妈说 他们没有没有 然后 说 接下来,他又去帮妈妈插那个窗子 然后又赚了两块钱 爷爷知道了,很好 好了,就让他做更多的工作 做更多的家务,让他去赚钱 包括他去扫叶子 包括去花园里面扒草等等 爸爸也知道 瑞恩在学业上需要进步多一点 他就挑战瑞恩说 如果你考的好的成绩 我就给你10块钱美元 瑞恩真的,就是那个雪启琳 他就考了很好的成绩 就赚了10块钱 几个月过后,瑞恩就很高兴的 非常骄傲的,就把筹到的 他赚到的70块钱美元 就拿去给老师 老师就把那个钱要送去那个慈善的机构 想要帮助这些贝州的孩子 然后呢,老师之后又回到去跟瑞恩说 瑞恩啊,其实那边的负责人说 70块钱只能够买一台的水泵 如果要真正的建一口井 其实要7000块钱 瑞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一下子失望了 哎呀,怎么办呢? 这个钱还是不够帮这些孩子 但是瑞恩确实非常的热心 他说,没关系 我一定能够筹到这个钱 能够建这个井给他们 让他们有干净的水喝 那回去之后呢,瑞恩就跟妈妈在说这个事情 当时妈妈的朋友也听到了 瑞恩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有这样的热心想去帮助那些孩子 他妈妈的朋友就帮瑞恩去写了一封信给报馆 想去告诉整个城里的人 关于瑞恩的事情 之后报馆就派那个记者来去访问 采访瑞恩 还跟他拍的照 然后把他的事情 他的故事 他的想要帮助这些非洲孩子的故事 就写在报章上 刊登在报纸里面 之后整个城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 一个星期里面 很多人就给了瑞恩有很多张支票 有了20多块,100块 这样就筹了好几千块 哇,真的一个礼拜之后 瑞恩筹到了七千块钱的捐款 瑞恩班上的同学也知道了 瑞恩他的爱心和他的筹款的事情 大家也一样的就一起的来去帮助瑞恩完成他的心愿 希望能够筹到这个钱 真的去帮助这些非洲的孩子 瑞恩就把这个钱拿去给老师 老师就把这个钱交给了那个慈善的机构 然后在那一年里面 那个钱真的去到那个非洲的地方了 然后他就以这个瑞恩的命名正式建立这一口井 那过了两年之后 在瑞恩就跟妈妈又去到这个非洲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去到去拜访那些孩子 那里有几千个孩子出来迎接 瑞恩是这样 瑞恩啊,瑞恩啊 他们非常的欢迎他来到他们当中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瑞恩 帮助了他们建立一口井 给他们有干净的水喝 这个瑞恩之后呢 就回到去自己的国家 然后就去去的一直不断的来去筹款 直到1998年的时候 这个瑞恩正式的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以他的名字命名为 瑞恩之井的这个基金会 Ryan's Wealth Foundation 瑞恩的募捐活动呢 从1998年到目前为止 他共筹到了超过一百万的美元 瑞恩继续用这些钱来在非洲 建设更多的井 还有购买这些的设备 那到目前为止呢 他已经建设了超过一千多口井 那超过一百万的人有干净的水喝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瑞恩这个男孩好不好啊 他棒不棒啊 他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一个孩子 所以他非常热心去帮助那些贫穷的 贫困的非洲的孩子 让他们有干净的水喝 因为他有一颗热忱的心 他不怕困难用尽的办法去完成他的心愿 就好像这四个朋友一样 这个贫子的四位朋友一样 最后呢他帮助了这个贫子 使他得到医治 今天你想不想成为有热忱的一个孩子呢 求主赐给你这一颗热心 让我们一起来向主祷告 我们将我们的心愿也一样的来交托给主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热忱 有热心的一个孩子 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了这个四个朋友的这个故事 也因着他们的热忱也帮助了贫子 求主给我们有可降热忱帮助人的心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热心的孩子 愿意牺牲时间花尽心思 想尽办法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这样祷告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 阿们 四到七岁儿童要背诵的经文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真言书十七章十七节 八到十二岁儿童要背诵的经文 朋友乃时常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真言书十七章十七节 小朋友们现在是说封键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唱诗 感谢耶稣 祢是奉心, communic国西的installation 感谢耶稣 给你爱几 ça 感谢耶稣 如此多多的快乐 你要恋 stick 尝语 你 pale 讓他守著你生命 讚美又讚美不提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主 親愛的天父 謝謝您讓我們仍能夠有機會敬拜你 透過今天的學習提醒我們 你賜給我們朋友 讓我們能夠彼此扶持 彼此相愛 恳求天父幫助我們 做一個有智慧 有愛心的朋友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愛 是因為神仙愛我們 特別 我們也要為這很多 還沒有認識主耶穌的朋友 恳求天父幫助我們 賜我們有機會 與膽量 與他們分享主耶穌的愛 感謝天父給我們很多的恩典 讓我們的父母在疫情中 能夠有機會賺取 我們學習以感恩心奉獻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切的好處 都是從神而來 求父神悅納我們的奉獻 讓這些金錢能夠幫助拓展神的事工 我們祷告是奉主耶穌順名而求的 Amen 空中主日學 第六單元 熱誠 四年級至六年級 經文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真言十七章十七節 一 攤子有幾個朋友 A 六位 B 四位 C 兩位 他們 他們 因為進不到屋子 所以他們想到用一種方法 請問他們什麼方法解決問題 A 從後門抬進去 B 從屋頂墜下來 C 從窗口塞進去 3 今天的主題是 A 熱誠 B 信心 C 饒恕 4 耶穌看見攤子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A 我醫治了你 B 你的罪涉了 C 你起來行走 五真言教導我們不爛交朋友 恐怕我們會怎樣 A 效法他們的穿著 B 效法他們的言行 C 效法他們的表現 空中主日學 第六單元 熱誠 幼稚班至三年級 經文 經文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真言十七章十七節 1 1 攤子有幾個朋友 A 6位 B 4位 C 兩位 2 他們因為進不到屋子 所以他們想到什麼方法 A A A 從後門抬進去 B 從屋頂墜下來 C 從窗口塞進去 3 今天故事教導我們要 A 熱誠 B 信心 C 原諒 4 耶穌看見摊子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A 我可以幫你 B 我要原諒你 C 你站起來吧 5 5 真言教導我們不教不好的朋友 擔心我們也會 A 學他們不來教會 敬拜神 B 學他們的講的話 做的事 C 學他們去外面玩 不讀書 下主日手工活動材料預備 下主日手工活動材料預備 膠水 顏色筆 一張A4紙 一張A4紙 A4紙 1